这几天很多老铁问我都干啥去了,怎么也不发作品,不直播,连官方都在发消息召唤我。 每天晚上去抓螃蟹,就这样一直一直的抓,一直抓到半夜,抓回来的螃蟹至少要清洗三次泥沙,洗干净之后控干所有的水分。 为什么要这么做?因为卖的是螃蟹,而不是水。 控干水分之后,倒在槽子里,准备挑选。 为了保证每一只螃蟹都是肥的,我们把母蟹一直一直扣开肚脐来进行挑选。 中小规格的直接装在网兜里发货。 大规格的母蟹采取最传统的捆绑方式,将它们捆扎起来。 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送人好看,第二可以降低运输当中的损耗。 将捆绑好的蟹放在槽子里,整装待发。 最后打包装箱,套上漂亮的礼盒,通过快递的方式发走。 这就是我这一段时间从早到晚一直在忙碌的事情。 最重要的是,今天是中期的。